嗨,大家好,我是汽车老Denis 然后最近在家庭上面面对了一些问题 我的老婆每天问我,钱花在哪里? 是不是外面有小三? 为什么钱每天会不见掉? 我也解释不了,我就是每天又不能讲出来 所以就很难解释 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我们用影片来做出来 其实我外面的小三是不是 就是他了啦! 喂,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一位就是 哦,OK JBMB的老板,Mr. Paulson 哈喽 就是,我的钱呢 全部去了他那一边 哦,没有啦! 10%啦,是吗? 所以这个,就跟我老婆讲 其实我外面的小三就是他了啦 哦,OK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下Mr. Paulson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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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帮我们解答一下 可以啊 OK,好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先问这个Paulson Mr. Paulson 第一个问题 在日本的这个网站啊 有哪几个网站我们是可以在买东西的? 呃,日本的网站呢 最大的网站呢 就是 Yahoo Option Yahoo Option 因为他可以讲每一天呢 他有整百万的产品 嗯 一直在renew renew 可是那个是写日文的哦 啊,对 还有没有英文的版本啊 啊,对 英文版本的话 你可以自己用Google 来translate 哦,自己用Google 来translate 对对对对 OK,这样子 因为我时常我会上网哦 我是会去那一个RHD Japan 嗯 什么NetGun 还有就是这个EasyCar Japan那边 哦,那个RHD Japan呢 他们是外国的网站 他们是英文版的 啊 所以他们的产品呢 都是会直接direct 买了之后是 负责寄给外国的 就是讲他 这些东西不是在日本的 啊,他在日本 不过他没有在 他这个service呢 没有provide给日本自己 啊,所以他们是不 像RHD Japan啊 还是NetGun呢 还有这个EasyCar Japan呢 他们是不卖给他们 日本本土的这个市场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是直接用export的 对,export 然后是用空运的 用空运的 对 啊,这样子如果用空运的话 在运费上面 都是会比较贵的 对,如果是 他们是 以那个重量来计算嘛 所以越大的东西可能就会越贵 也贵 可是我有买过那种body kit 那种像Varis的那种kit 我如果坐飞机来会 Varis 我觉得他们不会发货 因为它有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限度 一个限度 对对对对 OK,这样子的话 像我刚才讲的RHD Japan 还有EasyCar Japan 还有Nenggan 他们是买不到used part的 就是用过的part 我看大致上都是新的 他们都是带你新的产品 对 所以就是讲 如果我们是 可是在Yahoo Option 是新的跟旧的都买得到 Yahoo Option 是 他们卖家本身 把他们的产品 放在那个网站那边 给人家买嘛 OK 有新的 有旧的 这样子的话 我出你们JPMBit买 跟我自己买 有什么分别 这样子我不如自己买 分别很大 分别很大 第一 你要注册户口 然后 注册户口在哪里 在日本 在日本注册户口 对 然后大部分 可以说90% 日本的卖家 是不做export的 哦 大部分日本卖家 是不做export 他们只是做他们本土的 买卖 所以我们 所以你们在日本是有公司的 所以我们在日本就要set up 一个公司 然后就在那边做 啊 所以通常是像Yahoo Option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对 我们是需要去那个网站 对 然后我们去找JPMBit 像Porsen 或者是他的同事 跟他讲 我要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parts 对 然后你们会把我们处理 对对对 通常就是客人他们自己 会在那个 Yahoo Option 那边的那个网站 他们去找他们 要的产品 嗯 然后他们找到那个 要的产品 嗯 不过价钱 还有那些运输啊 算法啊 是比较麻烦一点 嗯 所以要通过我们 嗯 我们就会把你 那些产品的价格 嗯 然后跟那些运输啊 那些价钱啊 到你的手上 那个总数 嗯 然后我们就会把 那个东西负责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 就引力解架了 如果是use part 还是什么的话 我们都是要 经过一个总监人 嗯 他们帮我们去做 bidding 然后再帮我们用他们 日本的公司 跟当地的这一个 supplier deal 了过后 他们会送去他们 日本的公司 再从他们日本公司那一边 安排就是送货的 对对对 好这样子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会比较针对就是在 Yahoo Option 那一边 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到的产品 嗯 因为在那边其实是很混乱的 嗯嗯 对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是 新的产品 它是有一个fix的价钱的 对对对 有一些它是通过option bid的一个方式 对对 标的 用标的 通常是use part 那一些 还是比较那些 那些比较特别的rim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我们拿rim来讲啦 For example 你要买一套Nismore的rim 那一个通常我们是经过一个bid的process 去标回来的 对对对 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子 可能这种Racer这些product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定价的 对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们的运作是这样子的 OK 比如说 我们先讲 二手的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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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Nismore啦 其他品牌啦 比如说你在网站 在Yahoo Option 那边网站 这个文签 你觉得你很喜欢 嗯 而且你知道它的价钱大概 比如说我们 maybe我们本地 在价钱是5000块 马币吗 啊 马币5000块 所以你的心目中的价钱 可能你说希望你4000块 你可以买到这套rim 我们看到本地市场 已经有在卖就是5000块 对对对 是那一套用过的rim 比如说 你是心目中想用4000块 可以标回这套rim 当然是越少越好嘛 对吗 嗯 所以你就要找我们的负责人 嗯 比如说 OK 你现在你看到这套rim 你给我们知道 你要用4000块 来买这套rim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负责 要算那个价钱 嗯 我们要标多少钱 然后加那个本地 日本的运费 嗯 加了那个运费的过后 然后还要加买我们的 国际运费 就是我们的统费啦 嗯 所以我们加了过后 全部加起来 跟我们的本地的那个 Tax 嗯 不要超过4000块 或者是4000块 是你最高的价钱 嗯 我们就会给你知道 嗯 这个产品 我会帮你掉多少钱 OK 这样子的话 我做一个 Summarize 就是讲 如果你心目中 你有的预算是4000块 对 所以你自己会 往后推 就是做一个reverse的算法 就是讲 你可能认为 OK 4000块的话 呃 第一你会先算它的油费先 从那一个卖家 到你们日本的公司的一个 运输费 第一个运输费 对 第二个运输费呢 是从你们日本的公司 寄来马来西亚的运输费 对 这个是第二个运输费 对 然后来到第三个费用呢 会是在本地的那一个税务 就是Custom 你要做Declaration 通过那些 还有本地的Runner 你要负责性 Declare那些东西出来 对对对 所以你认为如果是这一个 这整个process 是可能要整个费用的20% 还是30% 嗯 大致上如果加到完全部 是25%左右 所以是在25% 就是讲从日本当地的运费 到寄来马来西亚 到这一边Declare 那个Tax 差不多25% 对 如果是详细来讲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一套轮签 我会下标可能是下标3000块 3000块 如果我们加买我们的那些 Commission 日本的运费 然后可能是3800块 然后我们的国际运费 就是我们的统费 我们会看以大小而算 所以可能比如说一套轮 我们会算400块 然后整个那个算法 加到完4000块到你手上 那个是包括 运费 国际运费 然后我们的税务 全部 全部的啦 对 你们就是往后退的啦 所以总之我到你的手上面 我是给你4000块 对对对 就讲我是给你4000块 可是问题是这个4000块 那我一定拿到那产品的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标的东西是不一定 价高者得嘛 价高者得啦 对 可能它会去到4100块 因为我会给你知道我会标多少钱嘛 所以可能你看到那价钱 已经超过你要的价钱了 所以可能你可以再联络了 这样子的话 你们这样多年的经验了 其实我跟你讲 我那个东西是马来西亚卖5000块 我跟你讲2000块 你也知道做不到的 我们会帮你试试看下标 然后你自己本身会知道 那个标已经超过你需要的价钱了 嗯 所以那时候你再来想 再来想 可能你要加到3000块 这样子如果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我死死的 我都要啦 现在我最后一套 我这样网上面看到的 也是有这样的客人 Bid until win Bid until win Bid until win 那种是最好做的 这样是看你的Pokeh有几身的啦 对 可能它是他们自在Bid的 可能它找很久了 那东西 它自在Bid的 所以它是Bid until win 所以总之就是你们 总之你跟我讲 你要什么东西罢了 你的口袋有几身 最重要的是有那个Bid 要给我们知道Bid 所以我们才可以算到 要下多少钱 OK 这样子下一个问题呢 我是想问一下 是不是日本 全部有车关系的东西 你都可以买回来 For example 我现在给你一个东西 我喜欢一辆R32 现在马来西亚炒到 500千了 我不知道我也想要一辆 你的意思是整辆车买回来 整辆车买回来 整辆车买回来 就是你是要一个AP Holder 然后你要有Import license 对 对 运输的方法也是不一样 运输方法也是不一样 所以就不能做 所以你们是不能包买整辆车回来的 不能 Car parts就可以了 就是Limit在Car parts 跟新或旧的Car parts 那个没有问题 我要买脚踏车可以吗 没有问题 脚踏车没有问题 总之你在Yahoo看到了 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可以的 只是 不过有一个是比较 什么 只是讲 不可以 竞品 竞品就是有关于有谁的 Chemical的 就不可以 可以可以 这样子我知道脚踏车可以买 其他我要买枕头 可以啊 有客人脚踏车都有啊 脚踏车不用AP吗 对不对 不要 这样子的话 在那一个Shipping 方面 Air 跟那一个Sea 的分别 除了时间价钱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本身是做海运比较多 做海运 做海运 因为海运的那个 产品呢 是会比较大样一点 嗯 所以小样的东西 可能很多用户都可以通过RH3 其他广告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如果我的客人呢 大部分是比较大样的东西 海运 就是用海运啦 对 像海运寄过来 我标 从我标到了过后 嗯 就讲我今天标到了啦 大概多久会到我的手上面 啊 ok 整个过程 比如说那一天你下标 你赢了 嗯 整个过程 啊 会一个月半这样 一个月半 就是六个星期左右 六个星期左右 对 ok 嗯 如果是新的产品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的是 Use part 嗯 就是已经有现货了 嗯 如果是新的产品 比如说 某某某个品牌 嗯 因为他们都是 preorder嘛 以preorder为多嘛 所以你可能你下了单 它不是马上有货给你的 嗯 它可能要等两个月 三个月 五个月也不一定 嗯 所以从那个开始我们收货 可能还要多一个一个月左右 在运输上面 嗯 所以可能你的货哦 就要有几个月 几个月之间 所以就是要看如果 那我们都会跟客人解释啦 哪的时候 ok 因为像产品啊 像你看 这个Race Engineer 的代言 他们的RIM 都是卖国际市场 所以每天卖到断货的 你都是要做 通常都要做preorder preorder 你要跟厂家 做厂家才会arrange 一个schedule给你 他可能会给你 三个月 他会给你一个 就是两个月过后会到 还是三个月后我才会做 对对对对 还是四个月过后我才会 给你日本的那间店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你就从四个月再加 一个月下去 就会到马来西亚的时间 对对对 现在我要换一套RIM ok 我跟你讲 我要这一套是ZE40 ok 你帮我去搞点吗 嗯 so 那个process 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要知道你是要找 新的还是旧的咯 新的啦 我现在要买新的 所以我有钱 我有钱 有钱没有问题 如果是买新的话 首先你要知道 给我知道那个spec ok 给我那个spec 然后我会给你一个价钱 那个价钱我会给你是到 你的手上的价钱 嗯 然后如果你是 agree 了过后 我们会收一个50%的deposit 嗯 50%的deposit 然后等那个产品 整个过程 产品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再 那个balance 才会给 那个50%的balance 啊 所以通常是我跟你讲 我的spec 了过后 你帮我订 你会帮我跟那边联系 看多久会到我的手上面 到了我的手上面 就讲 before 到我的手上 你 confirm 的时候 我就先给你50% 对对对对 那个是新的产品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旧的产品 比如说你是标的 嗯 Yahoo Auction 标的话 如果你用别的网站 我不要说我了 如果你是用国际的网站 或者是用其他公司的网站 或者是你是用 bycredit card也好 你们也是要给他们 100%的deposit 啊 那一些是给100% 对对 他们才会帮你下标 找你们是给50% 可是Bidding是给完吗 Bidding 我们Bidding是给完 嗯 不过我会跟我顾客 收50%的deposit 是你们给完50% 因为我们都有几个Case 有些东西是不要回来 他们不要 嗯 可是所以是新的 或者是Bid 那个价钱我一定要先给你50% 就对了啦 对对对 可是Bidding的东西 你自己会在那边新给完100% 啊 肯定哦 那小乐是收100% 新的产品也是给完100%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要build customer trust 对对对 就是你不想customer给完你100% 就公平哦 公平哦 你给一半我给一半 对对对 对OK这样子的话也是 这样子的话一套Dream 如果我们在网站上面看到的价钱 嗯 我是加25% 是这样子进来吗 嗯 我会给你知道那个算法咯 不过大致上加加买卖 都是差不多25% OK 所以我们是可以去Race的网站 看那一个retail price Race的网站 他们的retail price 会蛮高一些啊 老实说 嗯 你最好是去Yahoo Option 哦 去Yahoo Option 看 价钱会更便宜 啊 所以你去Yahoo Option 那边看了 那个价钱 嗯 然后我们给你 我们code你比较好 嗯 我们会code你比较好 你们会code我啦 就讲我会plus minus一个25% 嗯 就是差不多是就是我们的价钱 基本上 如果你有找到什么产品 把那个link send给我 嗯 我们会负责帮你算 那个是最容易的红法 嗯 嗯 对 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呢 是我们每次去日本旅行 我们都有VAT可以扣的 就是当地的一个 销售税之类的东西啦 嗯 嗯 这样子我们在跟你买的时候 有没有扣这一个 这个 这个VAT 的 因为那是 因为你在日本旅行的话 VAT 的话 你是以那个 旅游的身份 嗯 对吗 外国旅游的身份 嗯 游客啦 所以我们如果你在网上 Yahoo Option 买东西的话 嗯 我们是用我们日本的公司 嗯 来帮日本人买东西嘛 嗯 so basically 是 本地 本地人跟本地人买嘛 嗯 不算是export嘛 ok so 那个 VAT 它们也是照给的 哦 所以我们也是要照给那个 VAT 的啦 不可以benefit down from 那个东西 嗯 这样子的话就是 我买了过后 就是 日本那边我已经给了那边的 VAT 对 然后来到马来西亚 我们就给 马来西亚这边的 Custom 的那一个东西 那个是我已经会算买进去 所以你已经算买进去 我知道你会算买进去 可是如果是我们先给大家 让观众知道一下哦 我们马来西亚的 Tax 是怎样子算法的 新的跟旧的有没有分别 它有分别的 它蛮多 category的 car parts car parts 比如说25% 有些是30% 啊 加10% 嗯 那些是 一个种类一个种类来算的 所以它是一个种类的 就是可能 For example RIM 是 Under什么 RIM 是 Under Auto Parts RIM Under Auto Parts 它就会算一个%力 我记得是25%到 加10% 25%的那一个 Custom 的那一个 税 加10%的销售 Sale Tax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概可能就是 我们正常情况下面买 如果你是去RHD Japan 还是去什么东西 它们的算法就是会跟住 你的货到了马来西亚 它们看到单单 你买了10千亿 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 Parts For Under Auto Accessories 的 Tax 它就会加你25%的一个税 嗯 Buy Right 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是10千块加买25% 就是变成12250 12250 过后 On top of that 它加一个10%的销售税 对对对 就会变成1370多块 嗯 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一个 Process 可是如果是Go True 你们的话 你们是不需要给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 你们就是大概整个东西 你们会做一个 Quotation 给我们 就是一个 那些 Tax 什么东西 都是在你们的 Cover 里面了的 就是你们会做 Declaration 你们会去做 拿回出来什么东西 就是你们包到完 OK 这样子的话 我给了50% 那个东西突然间 寄不到来 不见掉了 OK Deposit的话 比如说你给我50% 嗯 万一啦 万一有问题发生 东西不到 客人最关心的是东西没有到 嗯 东西没有到 如果你Go True 我们的话 我们会负责 嗯 因为我们买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要看那个卖家 有没有问题先 如果卖家没有问题 我们才下单 嗯 如果卖家有问题 其实我们也是会跟你 说这个卖家可能 不是一个好的卖家 嗯 因为 Yahoo!Option 有很多资料 可以看的嘛 啊 你可以看它的 Ranking 像我们这边 Shopee 啦 如果它真的是有问题 我们会建议你不要买 啊 啊 如果你买了真的有问题 还是我们会负责 因为这是我们的错误 就像我给你5000块的 Deposit 你会还给我5000块 对 就是 Full refund 啦 Full refund 比如说刚才 刚才没有说到就是标东西的时候 嗯 你下了标 比如说你的 Budget 是4000块 跟他们讲 哦 那你知道那个东西去到4500块 你就输了 嗯 你输了的话 如果你不想再标 我们第二天 工作天 就会还回你的那个 Deposit 2000块的 Deposit 如果你还想 比如说 哦 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我还想标 所以你就可以Continue标 因为你已经有2000块的一个 Deposit 就是这样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话 会造成很多家庭破碎 啊 还不会啊 还没有这样严重啊 有啊 妈的 老婆每天问问 那你的钱跑去哪里 又讲不出口 如果是老婆问的话 你跟她讲半交咯 你一套零的话 5000块 通常我可能跟老婆讲 1000块要2000块 哈哈哈哈 这一早是她教的 不把我的事情来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是要提醒 各位观众的老婆们 下一次你老公跟你讲 这个东西是多少钱的话 你不要听太多 OK 你帮她拿去卖掉2000块 老公老公 我帮你把这个东西2500块卖掉了 你看我几重名的话 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搞点哈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 然后我们也很谢谢这个JPMBIT 他的这一个 Porsen 的一个解释 这样我们更了解 这整个流程是怎样子去进行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他们的这个网站 就是在这边 然后大家也记得 就是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还有就是 你获得更多像这样子类型的 这个资料 Porsen 我这个video上了过后 有人上去留言 你也帮我回忆一下 好 当然 这个肯定的 肯定的 OK Thank You OK Bye Bye 我来看转日看 Prophet